18年落成,不少重要的微薩,例如教区主教上任,都是在这里举行 在半山的回教清真寺,在19世纪落成,是一级历史建筑 上环的文武庙,是不少学生祈求读书顺利的地方,也是一级历史建筑 还有犹太教里亚堂 旧诗中的宗教径,一共有10个宗教建筑 第一站是位于花源道的圣若汉座堂,之后一直向西边行 走大约三四个小时,就会来到尾站,位于上环的广福尔池 在156年的时候建成,这里又称为百姓廟 没有亲人的,有些在左右死了,过了身,没有人供奉 街坊就把他放在这里,百姓就代表百家姓 即是陈里张黄河那些 提出旧诗的新论坛和旅游事务署官员开会 希望透过宗教径,向游客介绍本港的宗教历史发展 旅游事务署会以开放的态度考虑 并咨询雷法局,研究可行性 无线电视机就在广队